嗨各位好久不见 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 我最近非常喜欢 先欧美风格 但是不是甜味的妆容 如果你对她感兴趣的话 就请跟我一起在清晨起床 准备化妆吧 清晨起床的第一步呢 就是先洗个脸清醒一下 助力用到的是石泽研究所 今年春季限定版的草莓剪面 我记得去年毛孔胡子 就有出过草莓味道的粉色扮西面奶 当时我就超心动 因为草莓是我最喜欢的水果 事实证明它的味道 跟我想象中完全一样 就是那种很甜很甜的草莓蜂蜜香 感觉会把洗脸这种无聊 又必须做的日常工作 变得稍微有趣一点 其次因为我的护肤理念 是不会特意去定期去角质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一款 可以去黑头 生存清洁皮肤的洗脸奶 毛孔胡子就是这类产品里 口碑非常不错的 火了很多年的老网红呢 事实上我觉得用起来也确实不错 《淋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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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洗完脸之后就开始刷牙 今天用到的牙刷还是一直在用的LUSMELL电动牙刷 然后牙膏也是之前买了很多一直没有用满的 拉罐长得很丑然后不太好用 但是膏体非常效量的高度节爱心牙膏 这个电动牙刷用到现在差不多有用了快三个月吧 它的垫居然还是满的 然后刷毛是那种软硬适中很有弹性的感觉 刷头很小清洁起来不会有清洁不到位的地方 整体来说练下来很满意 然后刷完牙擦干净嘴巴就先涂一个用唇膏 它的质地非常好 甚至可以和我之前最喜欢的CPB精华香气美 接下来擦面霜 今天我会新开一款面霜 因为之前都用完了 这个是娇蓝的黑风雨修复面霜 让我们试一试怎么样 好像有点极少了 它的质地很润 但是上脸完全不会油腻 我觉得很适合在春天作为妆前的保湿面霜来用 首次体验这个实用感可以打满分了 接下来上粉底 这里用到的是我最近新买的香脉精脆粉霜 这一款粉霜我买到之后就一直都在用 真的超级超级喜欢 它的粉质很细 然后质地比较浓稠 所以我会用RT的美妆蛋按压上面 4号我选择的是21号 是烤鬼试了很久之后选的 这个颜色上妆之后和我的脖子颜色完全没差 非常非常自然 接下来用橘朵的02号线的遮瑕液 来遮一下面部的痘印和小瑕疵 这款遮瑕液的颜色 如你所见会比面霜稍微淺一点 所以我也用它来做面部提亮 可以看到它的遮瑕效果超级超级好 是偏雾面的浓稠质地 我们把它点在痘印上 然后轻轻拍开 有的时候偷懒不想用粉底的时候 我就会在防沙之后直接用它 遮一遮脸部的痘印还有瑕疵 然后就可以出门了 今天时间还比较充裕 所以我会用它来做面部提亮 首先遮一下黑眼圈部分 还有额头中间靠近眉心的位置 也做提亮 这上脸之后干得很快 所以我会快速把它抹匀 接下来用blosser的眉胶来画一下眉毛 因为我的头发是黑色 所以眉胶的颜色我会选择的是black 这一款眉胶是我用完它之后 就完全抛弃了眉笔的存在 顺着眉柳的形状 在眉尾空缺的地方随便刷几笔 即可得到两条有形又自然的乌黑的眉毛 发明眉胶的人真的是太伟大了 我要给他人科三项头 接下来用加纳宝的三色修龙粉 来刷一下眼窝 然后还有鼻梁还有鼻头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就不标出对应区域了 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之前的视频看 它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如果你感觉我的声音越来越有气美丽 并且缺乏情感一定不是你的错觉 因为现在已经深夜一点半了 我剪完视频之后 白天比较忙所以晚上就再给他配音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在刷完鼻头鼻梁还有眼窝眉心之后 整个人的面部观立体度 就会突然有质的飞跃 然后还是用三色修龙粉 使用我在泰国买的这把很贵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好用的修龙刷 来做一下面部的修容 把脸修小一点更密体一点 然后是用NERS18年秋季的 限量眼影盘画一下眼顶 我今天会用到一个整体的打底色 还有一个眼线色 这两个颜色都是偏黄调的大地色系 所以如果说早晨要赶着去上课上班的话 使用这种两色搭配方法的话 是绝对绝对不会出错的 如果你没有画出层次感的技术的话 那就直接使用打底色 把它铺满整个上眼皮 还有下眼皮的后半段的位置 这盘眼影盘是我寻觅了很久才得到的 它是那种我最想要的理想中的配色 就是金黄色的闪现 然后配一些偏黄调的大地棕色 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看 比普遍流行的红棕色眼影盘要好看很多 画完下眼影之后呢 我会用手把它晕染开来 让它边缘更加自然 接下来使用刚刚手臂试色那个比较深的颜色 来画一个全包眼线 整个眼睛都画眼线的话呢 就会显得眼睛非常的魅惑 而且更加有深 画完眼影之后呢 就来贴一个双眼皮贴 因为我的眼睛不是那种很深邃的大外霜 早晨有的时候起来它就会比较肿 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双面的双眼皮贴 来加深一下眼皮的深度 从我开始学着贴双眼皮贴 到现在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用下来比较适合我的就是那种双面的双眼皮贴 其他类型呢我是从来都不用的 我觉得好像有点贴不好 然后不够自然 现在我在用的是日本素质然的双面双眼皮贴 算是市面上同类产品里比较不错的一款 首先它防水 其次它的粘性很强 如果大家用过那种粘性不足的双面双眼皮贴的话 应该就会体会到一天刚下来不到几个小时 它就撬边撬掉一半的尴尬 贴双眼皮贴隐形又支撑力强的技巧 就在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贴上去 把它卸掉之后可以稍微皱一皱眉头 这样可以保证它双面的粒面更好的和眼睛贴合 就不会翘边漏出来 然后再来给大家表演一次 我平时会贴的比较低 这样眼睛看起来很自然 如果你想要眼睛看起来更大一点的效果的话 可以把双眼皮贴再往上贴一点 接下来就是加睫毛了 我真的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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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刷睫毛 这里用到了睫毛膏是KA 这一款睫毛膏我还蛮喜欢的 它刷出来的睫毛很容易 然后变干之后也不会扎的眼睛痕 但是我用了两个月之后 现在已经快用完了 感觉性价比稍微有一点低 今天的腮红是MAC的LOVEJOY 这一款腮红发色很浓 所以下手一定要亲 因为今天的妆容整体是偏欧美风格的 更侧重于强调面部轮廓 所以我会把它刷在苹果肌靠下一点点的位置 和刚刚的修容做一个融合 今天的眼妆和腮红都很浓 所以就用一个浅色的口红吧 用到的是完美日记的反重力唇用G11 我最近的新欢 擦在手上是橘裸色 但它上嘴的话在我嘴上是浅粉色 有一点偏欧美的感觉 也很好看 刚刚擦在嘴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擦了一个偏滋润的唇蜜 但是很快它就会变干 然后非常舒服的附着在嘴唇上 综合这个颜色和质地 这根唇釉是目前完美日记的所有产品中 我最喜欢的 涂亚光唇釉的话 我会把它先点在嘴唇中央 然后反复上下嘴唇碰触抿开 同时用指腹轻轻晕染唇部边缘 这样擦出来的效果就很好看 好了,这个妆画好了 然后现在我把头发放下来 稍微整理一下尤海 把头顶的头发弄得蓬松一点 就可以出门啦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它的话 请给我弹幕留言,投币,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们在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发动 我们下期再见 But it's the first we made